在疫情期間,大家製造垃圾變得更多 發現學校裡有很多垃圾 像是水溢物寶特瓶啊 這些就是裝東西的一個蓋子啊 還有這種蛋盒 都被丟在一些地方 會引起髒亂 而且他們有時候都還有利用價值 在疫情期間 大家製造垃圾變得更多 然後大家也已經很習慣用這些東西 就不會想要說要環保 懶得做環保的分類 所以我們打算做出 要來回應這個世界要做環保 設計問卷 以前說 像是就是 你有沒有環保 或是你知道什麼概念嗎 或是你有沒有使用哪些東西 有環保的物品做的 例如說 塑膠瓶帶啊 或者是已經用過 或是不需要再用哪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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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來做所有 可以拿來做藝術獎 或是拿來闖關 所以我們決定在原油會 設計一個環保遊樂園 讓同學一起來闖關 體驗這些 核收物體 重生的一個樂趣 都可以 得到趣味的同學 也可以 真適合 這是我們用瓶蓋 各種顏色瓶蓋 拚出來的地式場 有一些是香蕉 便利中龜 這邊只是一隻 土瓶帥 讓同學也可以看到 然後 海洋公園 可以在 地獎上面 排到形象 這關是 想要設計一個 想要設計一個 投資瓶蓋的遊戲 就是我們收集掉了許多的瓶蓋 可以讓它們投到箱子裡面 我們呢 我們是用玻璃瓶還有扯鈴的線 去把這個玻璃瓶釣起來 後來 爸爸媽媽小時候呢 就有釣酒瓶的這個銅碗 所以我們想要 控制一下就是 讓大家也可以玩一下 釣酒瓶 所以我們決定要 決定用下列方法 尿查疫情 體驗 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在跟同學一起在做作遊 有成就感 我們自己 知道 更多有關人貪保的事情 以後我那個收入測試 都會注意 測試是可以回收的 垃圾能減少 讓環境不再被汙染 可以讓小朋友也會回收還有防守 就是可以讓他們覺得說 呃 就是不要的東西也可以留著 可以像我們這樣做一些同外的 環保這件事情是 是在相傳 永續發展一定的情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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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